哈喽亲爱的歌手朋友们 所谓歌坊镜头前很少出现两位 潘总您好 你好 韩老师手上拿着这个大黑鸽子 是咱们家的黑五名 黑五名 很多歌手都了解 也有很多歌手不了解 您介绍让韩老师展示 好吧 这个黑五名呢 是咱们家的这个基础 基础的这个 总歌 这一路从 已是飞到七八代 代代有前十名代代有冠军 武汉人 湖本人 只要养鸽子的 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咱们家的黑五名 不管这个黑五名在北京 在武汉 北京开放者在武汉福奇都论飞 都有前十名的鸽子 好像还那一个 银石 对 银石也有 对 韩老师上手感觉是什么 超一流的鸽子 鸽子特别紧臭 而且硬 这鸽子大伙看了看啊 是个 长三角 它不是那种大三角 啊 棒子体 证明大多贯 而且能往远处拉 这鸽子感觉 欠功力都可能能下来 欠功力不敢说 反正是咱们没有放过千公斤 但是舍不得放 对对对 打官赛 打端黄 打特别黄 是确实实是都捡人过 都捡人过 对 夺管赛的好东西 只会赢不会输的啊 哎呦 呃 话别说太满了 对对 真是这样 听我说啊 这个快筛里有拼子啊 哈哈 这个在石头上 可以查的 对 这个不 这个咱们说的话都可以对线 哪个是哪个 哪一年 哪个 哪个地方 咱们都可以查得到 都能能查到 有据可查 对 有据可查 这一一八年的北京开场的第一冠的第十名 嗯 是他的儿子 是他儿子啊 呃 不是歌王七 不不不 不能把梯歌王七 去年的 去年福西村的第二冠冠军是他的 是他的儿子 啊 是他的儿子 呃 一一八年的这个武汉福西的第一冠的亚军是他的儿子 啊 呃 呃 那个 漂亮啊 这么 白眼闯啊 啊 这么多啊 飞过的都是他儿子 呃 直播间 呃 分享有没有他的后代门啊 呃 要找 要找 要找是可以有啊 可以有 这个 这个 这鸽子的绑子 嗯 你看跟这个 那那两只啊 嗯 奥林匹克歌王冠军 嗯 还不一样 要不一样 拉得紧这鸽子 啊 这鸽子紧啊 嗯 这鸽子绑子紧 嗯 而且这个的造 你看这个 这鸽子 一直在 一只在 发电机 发动机 然后广泽底下 这一个手车条子的时候 就感觉出电的感觉 哇 这个14年的哥子 他的女儿 在武汉福祉俱乐部 单关的冠亚军一队 一队 四关的中和冠亚军 太棒了 单关的冠亚 然后四关中和的冠亚 就他的女儿 哈喽我亲爱的哥儿朋友们啊 看看这笔鸽子啊 有点 沙眼 黄眼 黄眼 文文当当的一羽胸 我现在看他文档啊 正要盗猫啊 这可不是我耍的 自己钓的啊 好家伙 那么贵的鸽子有点害怕 奥林匹克 鸽王总冠军 但你 一三年的鸽子 奥林匹克 鸽王总冠军 奥林匹克 鸽王总冠军 哎 我要的事情说三遍 哎 第一年 18年 刚来到 咱们打路 这些鸽子 嗯 就做出了 北京开创 啊 17名 26名 双志祖 迎下来 就把他本身给迎下来 哦 好几百W 对 嗯 把他本身给迎回来 嗯 然后去年 嗯 他直接的贵女 嗯 嗯 又费的 单冠冠军 算冠亚军 然后他另外一个孩子 嗯 总和 鸽王起 又赢了好几百W 所以这只鸽子 是不是 判总家的 一件潮技 嗯 是 肯定是 来展示一下 这只鸽子 哎 哎 又是很柔 跟鸽子打开 很柔 嗯 没有一点力气 嗯 打的时候 特别送 哎 那有特点吗 这只鸽子绑锹啊 就说 在供 供鸽子里的 重贵重局 但是他这个飞机鸽子 还是挺有 很明显 很明显的 嗯 这鸽子 我感觉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 柔 浑身都是柔的 嗯 你冒他 他没有那种 特别造的 特别进口 文文荡荡 很柔啊 文文荡荡的 废下来的冠军 奥林匹克 歌王冠军 总冠军 嗯 嗯 大伙知道 得多少W 嗯 反正多少W 人家是 挣回来了 哎 挣的多多呀 嗯 超值啊 这就是 所谓的 你会买的时候 可能有点心痛 但是在打比赛的时候 开开心心 对 对对对 嗯 赢的时候大剑马 然后呢 也给我们武汉 金太阳潘总赢得了 应该翻了跟头了哈 多少多少个跟头了 嗯 非常漂亮的啊 这次歌是2013年的 呃 一语歌子 名字叫丹尼 对 哎 好 呃 可能 是不是近期也能分享 他的 后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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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争取啊 嗯 紫带 得看热情 看热情 得看 得看 各位我们的热情 那你啊 哎 喜欢的啊 我们到直播间啊 可以跟我们公平聊 我说就问他多少钱 你要不卖 开多少钱 你就不卖 不卖我就这样了 我们就想 欧洲 你到欧洲去 你知道啊 欧洲人有个特点 你如果说买个十只二十只 他不卖的鸽子 你要是说要多了 他就会动心 必须买个鸽子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打开比方说啊 你买了三只鸽子 你看中了三只鸽子 谈价谈价 只把这两只鸽子 价格谈好 你他很多人不幻想 他不幻想 你把这只鸽子送来 可以 你要说三只鸽子 谈价 不干 欧洲人对数字 很 很那么 这个 说简单一点 他就不理解 这个数字的问题 这个这个价格 你砍了价 他不愿意 好 买这两只鸽子 送了这一次鸽子 我说很多人就是这样 你要是 你要是砍他的价 不好砍价 但是你说 买这两只把这 实际上还是砍了 你砍价还厉害 对对 想办法就买他的鸽子 就买他 叫他挑挑挑挑 挑了七八十只鸽子 都一个人用小龙放的 我们就喝茶 叫鸽子 拿鸽子我们来挑 他拿了七八十只 一个人一个龙放的 我就在里面挑了六只 我六只鸽子 基本上考不完 就是这个八个数字下的 七十八十六只鸽子 都来成绩 我自己挑了六只 我六只全挑不 然后我就 我就想 我要买工了 买他这个工 知道了 我就开始买他这个工 我把这个工给他 把这个工之后 买了这么多鸽子 最后不买 最后把这个工买回来 这个工特别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又在他家里看中了一个什么 就是 迪卡普药 我在欧洲跑到欧洲 多少家到处找迪卡普药 他们家那个迪卡普药多少 最好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迪卡普药 我就跟他开口 跟他交交 他也是说不卖 我说 出了多少钱你知道 出了人被八十万 没成绩 村长说你这几乎下不了 以后这样搞他 以后你再把市场给我搞坏 没成绩你就要出了八十万 我说这五国买又不是你买 你管我 人家还不卖 没办法 卖怎么办呢 我就回头 我就找到我这一只 这一只鸽子是 我所有看到在迪卡普药的这个品系当中 我这家的这个地方 应该是排第二 我就说不行就把 转头就把那个第二就买回来 买回来又跑回到他家里去 我说这样把钱进了 你给我出来的小鸽子 把他们家的这个迪卡普药的 这个我喜欢的那个迪卡普药 最好的一只 出来的小鸽子 出小鸽子可以 把金金一交 欧洲人还蛮小信 说谈了好多少钱 这把小鸽子发吧 我用他的迪卡普药的纸带 就配我们家 实际上这个迪卡普药 真能费 就谈速度的话 是一般的鸽子还真不能 我认为是这个 003的这一路 还真飞不过这个迪卡普药 因为迪卡普药里面 他是 他是 所向无敌 和欧元 来了 下来的 要后来大部分的弯门买欧元的 是